台湾之所以台独会嚣张 他们是始终认为说 美国是台独的后盾 但是其实这靠山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可靠 那为什么说靠山不可靠呢 因为美国在霸权 他也霸不过这次的病毒 美国的国防部长已经宣布了 美军停止海外军事行动60天 当然60天之后能不能恢复正常不得而知 这个60天的空窗期 确确实实已经造成了台独政权 心中极度的恐慌 最近为什么蔡文当局的口气 口风都已经放软了 甚至还有人提议说 不要再讲中国病毒 不要再讲武汉肺炎 要让两岸的关系和谐 当然表面的理由是说 要让这个9月的时候ECFA能够续签 但是真正的理由 当然是因为现在美军已经不再可靠 美国能够维持霸权 不外就三个柱子 不外就三个因素 美元美军跟美国媒体 现在美军已经战斗力削减 而美国的经济已经即将要垮掉 再加上美元的危机 而美媒呢 美国的媒体最近可以说 不但双重标准放假消息 而且翻来覆去的 已经是它的公信力大幅度的丧失 而且美国的制度真的是最优越的制度吗 现在已经被高度的质疑 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的霸权都已经摇摇欲坠 你想想看 它还能够有能力担任台独的靠山吗 当然有人说 美国可能会用战争转移焦点 可是以特朗普的政治性格 你认为他即使要发动战争 转移国内疫情严重的焦点 还敢跟中国大陆来硬碰吗 所以最后弃台论一定发生吗 最后美国一定会对台湾松手吗 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 再顾及到台湾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认为台独不怕吗 你认为台独不恐惧吗 你认为台独的靠山还可靠吗 这些答案都非常的清楚了 我认为台独不怕 我认为台独不怕